所以我們要上《使徒行傳》 那為什麼要上《使徒行傳》呢 是因為我們上一季 就是除了12月以外 上一季呢 我花了一季的時間 講了那個《靈人與聖靈》 那《靈人與聖靈》的過程當中 那特別會強到 會看見很明顯聖靈工作的書卷 就是集中在《使徒行傳》 然後所以在上一季結束之後 我就想說 那我們這一季開始來研讀《使徒行傳》 那今天 今天這一堂課跟下一堂課呢 基本上都會用概論的方式 就是用鳥侃的方式 先看完《使徒行傳》的整卷書 然後接下去 從第三個禮拜開始呢 我們就會開始進入單章的理念 單獨的來看 那我期盼我的教課的過程當中 可能跟其他的《使徒行傳》 不一樣就是說 如果說我發現 因為我《使徒行傳》 是整個《新約教》 會建立的過程 然後有很多的《新約書信》 也是因為在《使徒行傳》 建立教會的過程當中 他寫了《新約書信》對吧 所以我想把整個把它串聯起來 串聯起來的過程當中呢 就會讓我們整個對《新約》 會有一個全面的圖案 而不是像我們過去 我們可能習慣就是 《使徒行傳》 把他抽出來 《羅馬書》把他抽出來 《伊佛索書》把他抽出來 給我選手 然後或者是有人把他歸類 是《教務書信》 或《監獄書信》 我是想把它變成一個統整的 然後透過《新約》的研讀》 就像蔡玉玲老師所教的 我們可以去瞭解就業背景 所以我比較期盼的是大家 透過上我所教的《主日學》 是對整本聖經 然後把它串聯起來 而不是只是單念 獨一的那個思想 所以我的講的裡面呢 可能也不單單只是 知識上給傳講 因為我覺得我們上《主日學》 不是主要知識上的領受 最重要是要生活上的應用 所以可能我會 有的時候可能我們會後 如果我們既然是講《使徒行》 要講《聖靈》 那我的另外一個同胸叫畢爾 他現在是回台灣度假 那在上一季的聖靈與靈恩的過程 我們會後都有禱告服飾 如果您願意的話 我們一同來盡力 因為我期盼我們所上的 所經歷的 不再只是字面上的 而是真實的 臨到我們身上的 如果《使徒行傳》裡面 能夠有神蹟騎士隨著他們 如果有聖靈的工作 如今在座的各位 我們有沒有聖靈 有 我們有沒有耶穌基督 有 那為什麼神跡其實也不能 也應該是同時的 現在發生在我們當中 對吧 所以希望我們在這邊 我們靈體念得增長 知識認識 最重要是我們怎麼樣 在心靈感受到 然後把它活出來 然後也讓我們成為 那神跡的見證的 所以我們今天開始 第一個就是要講到 使徒行傳 既然是概論的話 那就不可免 所以要講到作者 那我相信我們在座 有沒有人像我剛剛 信耶穌的 從來沒有看過聖經的 舉手 很好 好方向 所以他們兩位 可能就要做筆記啊 因為這個前面這個概論 也是所謂的 這整卷書的比較是 教義啦 神學啦 基要的整個背景的學習 那就要把它學下來 所以大部分 大概應該知道 這個作者是 路加 路加 好 可是都是比較 沒有寫名字對不對 路加沒有寫作者 比如像保羅的書信 他就會寫說 奉神死命所猜的使徒 保羅寫信給大家 對不對 都很清楚寫 可是這邊他們 基本上你是匿名的 但是在 早期教會的歷史 指出這個作者是誰 是 路加 然後就看了出來 他的職業是什麼 醫生 還是醫生 好 那我想問大家 請問要當一個醫生 他需要具備什麼樣的 學養素質 醫生 要觀察 要觀察 記憶 還有什麼 要準確 要準確 所以一個醫生的養成 都不容易 不容易 從古代到現在都不容易 他們要去了解人體 然後要去了解人的解剖 人的結構 各樣的構造 為什麼 以免產生失誤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作者 他的職業背景叫路加 可以 所以可以表示說 他在寫這一個使徒行傳的時候 他不是隨隨便便寫的 他是經過研究 考察 後面跟隨保額之後的觀察 詳細嚴謹的記錄下來 OK 好 所以說我們又怎麼更加的確定知道呢 我們知道在新約裡面 路加寫了兩本書 哪兩本書 路加福音跟使徒行傳 好 路加福音跟使徒行傳 是路加寫的 我們來看看 使徒行傳一章一節 他怎麼提 我們來怎麼證明說 他是同一個作者 還有 上我課的人請記得 戴紙本聖經 我們要練習翻 因為紙本聖經 你可以這樣蓋著 前翻後翻 如果 有的時候我也忘記戴聖經 用那個手機的話 很容易就是 我把它跳出來再跳進去 跳出來再跳進去 然後可能跳出來之後 就忘記前面的 沒關係 你們了解我意思 好 好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一章一節 他怎麼說 吉亞非羅大人 吉亞非羅大人 我已經做了什麼 好 我們來看 路加福音一章一節 吉亞非羅大人 來 路加福音一章一節說什麼 吉亞非羅大人 有好些人提筆作書 訴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 是照傳到的人 從起初親眼看見 又傳給我們的 好 所以他 所以我們怎麼確定 他寫給同一個人 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吉亞非羅 吉亞非羅 然後他的開頭叫大人 所以你可以看見 他的開 他這兩本書 是同一位作者 因為他的開頭序言都一樣 好 我們來看看 這個作者呢 很顯然是在保羅 第二次旅行出道 出外傳道的時候才發現 那我們怎麼確定呢 我們來看十圖心傳十六章六到十節 十圖心傳十六章六到十節 十圖心傳十六章六到十節 十圖心傳六章 好 名字念到十六節 好 預備 對不起 十節 念到第十節 預備 來 謝斯林介人 你禁止他們 在亞西亞講道 他們就經過 有國家 加拉太平台地方 到了美西亞的邊界 他們想要往 提推你去 耶穌的林卻不許 他們就越過 美西亞 到特羅亞去 在夜間有意象限於保羅 有一個馬其頓人 站在求他說 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 保羅記看見這意象 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 以為神照我 傳徒音給那裡的人聽 好 我們剛剛念了十圖心傳十六章六到十節的過程當中 有誰可以告訴我 在這章有個轉折點 有個轉折的一節 那一節在哪裡 第七節嗎 還有 有一個轉折的點 有一個轉折的點 來顯明路加他的身份 他的參與 有一個轉折點 我們剛剛念十六十圖心傳十六章 六到十節的過程當中 有誰可以告訴我 轉折的那一節在哪裡 第九節是看見了一個意象 好 還有呢 還有呢 我要大家注意看 在十六章六到十節當中 他們的人稱代名詞的差別 請你 好 很好 前面都是講他們他們他們 一直到的第十節 他變成什麼 我們 好 什麼時候我們會用他們 什麼時候我們會用我們 我不在你們當中的時候 我用他們 我在你們當中的時候 我就用我們 所以可以表明說 如果我們確定這個作者是路加 他從什麼時候開始加入這個行列 對 對啦 就是當神的靈禁止 因為那個保羅那個時候 一直想往東方傳 可是神就禁止了 他開始要往西方傳 從那個時候他的意象中 看見有個馬其頓人 所以有人看見說 他的意象可能是在夢 可能是真實的看見 所以有人就可能想說 這個人有人就猜測 也許就是怎麼樣 路加一生 然後路加一生開始參與 所以保羅既看見這意象 我們 所以要記得 路加他什麼時候開始加入了宣教的行列 十讀新傳十六章十節之後 所以在這邊就是一個轉折 從人稱代名詞可以看見 他開始參與 所以在十六章十節之前 路加是經過考察 研究 訪問 所記錄下來的 後面是他自己親身參與的 OK 我們又怎麼可以確定 路加他是個醫生呢 你可以從路加福音當中去比較 其他的四福音書當中 他跟其他的作者比較寫的不一樣的時候 他會強調耶穌的 因為他是個醫生 所以他會帶著他的職業的習慣 會稍微形容一下病症的情況 OK 好 我們又從最後一章可以知道 就是說 作者本人 他曾經陪同使徒保羅 一直到達羅馬 然後羅馬那個在 保羅又在坐肩的時候 他可能就一直陪伴保羅 那為什麼知道呢 因為在俄羅西書四章十節十四節 在福利門書二十三節到二十四節當中 他都有提到他所親愛的同工 我在這邊講到就是說 路加他不是一開始就跟保羅在一起 他是中途插進來的對不對 但是他一路跟隨著保羅 我這邊就要跳出來請大家看 哥林多後書十二章七到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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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講一下前面 因為我們看聖經 有的時候因為上課的 我只能抽其中一段 可是他前面都有他的前 他都有他的上下回 所以我們要看整段 我稍微解釋一下 所以保羅在這邊最主角講到 保羅在哥林多教會書心當中 最大最多強調的是什麼 強調的是屬靈恩師的應用 然後他在哥林多教會當中 很多人都笑他怎麼樣 言語粗俗啊 其貌不揚啊 常常笑他這樣子 可是保羅他在前書講了之後 後書開始去安慰他 到了十二章他開始講到說 他自己曾經被神提到的三重天 他講的方言比更多人更多 他能夠行各樣的恩賜 但是我這邊要強調的就是說 我為什麼要把他跟陸家 跟醫生陸家連在一起 我們來看 他這邊我們從 哥林多後書十二章七節預備來 又恐怕我所得的奇蹟盛大 就過於至高 所以有一根字加在我肉體上 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恭喜我 免得我過於至高 為這事我三次求過主 叫這次離開我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利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歡花自己的軟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復批我 好 親愛弟兄姊妹 保羅他有一根刺那個肉體 那個刺是在哪裡 是在他的哪裡 是在他領裡還是在肉體上 肉體上 如果是在肉體上 請問那就是一個什麼 physical body 會痛的 是在肉體上 然後他為了這件事情 他還跟神求把這個刺 你看他 表示這個肉體的疼痛難過難過 難過難過 難過到這個使徒保羅 三次求主把這個刺拿開 表示他的身體很不舒服 可是主覺得什麼 我的恩典夠利用 回過來看我們最後一段 當保羅他遇見了這個醫生 路加的時候 他一路陪伴保羅 一直到他羅馬座前 可能旁邊沒有人 可能是這個醫生保羅在 我知道為什麼我講說 生活應用 親愛弟兄姊妹 我們都有軟弱 我們都有軟弱 不管是靈裡的肉體上的 我們的軟弱 有的時候我們會呼求主說 主啊 希望這個刺離開我 可是主有的時候 我們又把這樣的刺拿掉 的原因是因為 他會在旁邊 也許會安排人來幫你 來安慰你 最重要他會在我們的心中 跟我們說 他的恩典夠我們用 他的恩典夠我們用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的你 遇到什麼難處 我期望 今天也許主日學上完了 你忘記這個作者是誰 忘記這個歷史背景 忘記寫書的日期 可是要記住這句話 神今天對你說 我的恩典夠你用 當你求你的苦難離去 當你求你的難處離去 當你的禱告 神沒有聽的時候 記得今天神對你說 他的恩典夠你用 因為他的能力 要在人的軟弱上 神的完全 我們不像保羅 一病趕鬼心生疾 我們不像保羅 會曾經上過三重天 但是我們跟保羅 有一個共同一樣的 我們都有主耶穌基督 我們跟他共同一樣的 有這位恩典的神在我們身上 所以當他三次求神 把他刺拿掉 神沒有 但是神安排了一個人 叫做路加 在旁邊可以照顧他 所以當我們專注在我們的苦難交點的時候 我們會忘記神在旁邊安排的恩典 所以記得不要沉浸在自己裡面 轉眼看看 神是不是在我們的周章 安排了很多恩惠奇妙的事 這樣子我們就會凡事謝恩 我們就會越來越喜樂 你看那次序是凡事謝恩 不住禱告對不對 我常常寫的 所以當有的謝恩就會有感恩在裡面 OK 所以記得 所以作者是誰 是路加 記得是路加 好 再來我們來看看 那我們就來看看路加這個人 路加我們剛剛大致上差不多講過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可能就是一個安鐵阿人 然後他不是猶太人 他是新約束信當中唯一的作者 是一個外邦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恩典何等的大 他透過由外邦人來書寫 西約束信當中27點當中之間 一中兩者 所以神他沒有階級 沒有地位 沒有身份上面的差距 他要使用人 然後保羅稱他為親愛的醫生 然後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路加是一直跟隨保羅 一直到最後 眾人都離開了 提摩太后書四章十一節講 甚至到了要殉到之前 最後一刻 眾人都離開他 仍然只有路加在他的旁邊 所以回到前面剛剛講的 當我們跟神求 我們的賜拿掉 我們的苦難拿掉 我們的痛苦拿掉 也許神在你的身邊 安排一個忠心自好的朋友 陪著你 有的時候可能我們都還看不到 真正肉體上可以看到 一定不要忘記 神永遠不會離開我們 這很重要 神不會離開我們 好我們再來看 他寫著的地點呢 寫著的地點 我們大概 我們就是可以確定就是說 從這個 我們剛剛讀過的兩本 《屬路加福音》 跟《使徒行傳》 可以看到 《屬路加福音》 一定是在《使徒行傳》 之前完成的 為什麼 這位很聰明啊 因為《使徒行傳》 可他沒有寫到保羅是怎麼殉道的 那根據歷史學家研究 保羅的殉道大概在 祖後67年到68年之間 但是他這本書也沒有提到 那個《耶穆斯達爾》 不是祖後70年嗎 提出將軍把他攻破了嗎 也沒有寫到 所以可見《使徒行傳》 一定是在保羅殉道之前 跟羅馬整個被攻陷之前 好 那所以說大約之上 有人就可能有推斷 推斷有兩個比較可能 所以這個叫推斷 大家有意思嗎 大約 不是絕對 大家知道人家寫著 所以大概就是在 祖後62年到63年 然後也有人想說 可能是65到68 反正總而言之 就是在祖前70年之前 OK 好 那我們這邊寫著的地點 有的人就覺得 絕對一定不是在猶太地 然後推測應該是在羅馬 為什麼呢 因為本書結束是在 保羅在羅馬監防的傳道 然後路加前經要求 路加就是跟保羅去羅馬 然後保羅在監獄書信中 帶問路加的安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下 本書的收信人 那你們剛剛都讀過去 告訴我本書的收信人是誰 提阿菲羅 很好 提阿菲羅 他的名字叫提阿菲羅 所以要記得 這個人叫提阿菲羅 然後大人是他的尊稱 然後認為就是他是一個真實的人 我不是一個虛幻的 既然稱為他是個大人 我們什麼 我們在古代的時候 常常會有大人嗎 沒有啊 在美國現在也會說 You are honor 我們翻譯叫什麼 法官 大人 所以大人呢 通常是形容一個怎麼樣 高官的 對高官的 有地位的 他有一定的社經財經的地位的 不會隨時冤稱一個大人 我們不可能 我們不可能到那個LA downtown 你知道那個路邊那個帳篷裡面的 他會說 所以說他寫這封信 寫了路加福音還有使徒行鑽給這個人 我想他應該是一個真實的 而且他想要對我們的信仰有所了解 所以路加就來寫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本書的重要性 好 本書的重要性 你們有讀過使徒行鑽嗎 好 你們發現使徒行鑽當中 他只寫好的嗎 他只寫好的一面嗎 都寫 都寫 什麼都寫對不對 好 所以你知道在中國 中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第一位使官 是誰 他寫的許記 司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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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問司馬遷的下場是什麼 他為什麼被行鑽行 他為什麼被行鑽行 什麼都寫 就是因為他什麼都寫 寫得皇帝不高興 所以皇帝就把他嚇得見 皇帝就跟他講 有兩個方法可以免你死罪 第一屬你自己 第二行鑽行 他沒錢屬 所以只能行鑽行 所以司馬遷變了一個太監 他就寫了一個死記 好 你們可以看見我們的聖經 我現在跳槽又不講誰 又不講誰 我們看我們的聖經 聖經是神所默示的 在聖靈的啟示之下 這些作者 這些完全不一樣的作者所寫出來 他們沒有歌功頌德 他們把每一個人物 該有的強項寫出來 該有的軟弱寫出來 上帝他不怕他自己丟臉 這些人是神所拣選的喔 亞伯拉罕 伊撒亞哥 包括大衛到後面 包括到後面使徒行鑽的彼得 拒絕向外邦人傳福音 神不是這樣一個大墓子拿下來嗎 到後來到加拉太祖保羅還罵他 你到後面退去 不要跟外邦人吃飯 所以我要強調的意思是說 人所寫的歷史書 不見得是真實的 可是神所寫的歷史書 絕對是真實的 原因是什麼 因為神期盼我們透過歷史當中 真實的去經歷到他 而不是一種假象的一種歌頌 所以回到神在創造人的過程當中 神就不期盼我們做機器人 所以你有懷疑 好啊 你有掙扎 好啊 可以跟上帝挑戰 因為祂是真的 祂不怕你挑戰 所以在這本書的重要性 非常重要喔 因為這本書是用歷史的形態 紀錄對不對 像一個記者啊 在現場紀錄 像歷史像紀錄 那我想要問你們 既然擺在聖經當中 我們上次上了 蔡玉琳老師的課 知道嗎 隱兒啊 到希伯拉斯知道 舊約的是隱兒 新約的是實體啊 所以 使徒新傳放在新約當中 請問使徒新傳發生的事情 會不會同樣也發生在 二十一世紀我們的身上 會 會 所以下個禮拜我來講 什麼是普遍性的可以因應 哪一些是獨特性的 以使徒新傳來講 因為它有很多聖靈的作為對不對 好那我們都期待如此聖靈的作為 同樣發生在今天 我們的教會 我們自己的身上 那哪一些是我們可以去分辨的 一定是普遍性 一定可以發生的 哪一些是特律性的 只有在什麼地方 下禮拜來講 但是我要強調這卷書的重要性 非常非常重要 是因為它是前四卷福音書 跟中間書信當中的強領 如果沒有使徒行轉 我們根本不知道 教會到底是怎麼建立的 如果沒有使徒行轉 我們不知道耶穌基督生天之後 聖靈再來的情況 如果沒有使徒行轉 我們不知道福音是如何 傳遍當時的地方 如果沒有使徒行轉 我們不知道福音是如何 從猶太人 引到外方人的身上 如果沒有使徒行轉 我們不知道神在教會中的心意 所以使徒行轉 非常非常的重要 可是你會聽到 可能有一些神學院的老師 他的神學院的老師 跟他講說 使徒行轉裡面所講的神經已經過世了 現在沒有發生 對嗎 錯 錯 大錯特錯 如果我們說 耶穌基督是昨日今日以後 永在的神 他是一貫性不變的上帝 他難道他做過的事 他會做新事 他做過的事 他會做新事 所以使徒行轉發生的事 同樣可以發生在我們身上 還有 再來就是說 本書寫明 復活生天的主 他在靈裡面 仍然跟我們同在 他在靈裡面 所以聖靈的降臨 五行前 使徒行轉第二章 對我們來講 非常的重要 因為在約翰福音 耶穌說什麼 他不去保衛師 就不能來 所以他必須要去保衛師 才能來 當保衛師來的時候 他就可以與我們眾人同在 耶穌在世上活了三十三年半 他實際工作幾年 三年半 請問他活動的範圍多大 那就是那麼一大塊 巴勒斯坦地 上下大概三百多公里 小小的一塊地方 可是當耶穌去了聖靈來了 聖靈無所不在的我們同在 現在我們在這裡聖靈我們同在 他還在東半球 與那些正在睡覺的 亞洲的地球前面同在 耶穌他在還沒有復活之前 他仍然是有肉體的限制 他一次只能在一個地方出現 你們了解我意思嗎 雖然耶穌復活之後 他已經不再有肉體的限制 但是你看他耶穌復活之後 他顯現 他仍然是以他 還是要有肉體的樣子 對不對 所以他可以一下子在這裡 然後後來講講不見 耶主神在那裡 他真的可以這樣多碳他的樂旁 竟然可碳的樂旁 所以他是一個復活的肉體 不是靈體啊 你們都意思啊 不是鬼啊 不是那種像鬼片眼的 噓啊 他穿過去了 是摸得到的 可觸摸的 而且他還可以吃飯 怎麼知道 在約翰福音最後一章 耶穌在又在怎麼樣 要幫他們烤魚 烤餅 所以他要吃飯的 耶穌跟他們一起吃 所以耶穌他復活的樣子 是什麼 是我們的樣子 他是我們的長兄 所以他怎麼樣子 以後我們也是怎麼樣子 所以以後到了天上 我看到你還是會認識你 只是我們不會再有老了 沒作文了 感谢讚美主 不用擦子 然後也沒有老花眼了 不用戴眼鏡了 感谢讚美主 我們會有靈 我們會有復活的身體 同耶穌一樣 但是 我們雖然可以意識上 一下這邊一下那邊 但是只有聖靈 無所不在 我們所在的地方 聖靈就同在 OK 所以這是聖靈 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 我在上一季 就特別 就是我覺得 要開始這樣 弟兄姊妹 我們要看重聖靈 要把聖靈拿出來 跟三位一體的真神 是同尊同榮同聖的 一起來敬拜他 我們太忽略聖靈了 然後所以我們透過使徒行政 來看見聖靈 是如何願意給我們工作 還有這本書 也非常重要的記載了 教會是怎麼建立 福音是怎麼管傳 然後真理如何 越來越纏明 然後沒有這本書 我們就不可能知道 還有我們就來看 本書的特點 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來看 約翰福音四章二十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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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句话是谁说的 耶稣 好 是耶稣说的 耶稣说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知道 救恩从哪里出来 犹太人出来 所以当初神拣选亚伯拉罕 我们先从你看讲 从挪亚嘛 对不对 挪亚之后不是全世界变了吗 就散喊亚伯 然后就是散之族 然后散之族出来 就从圣经看 散之族开始出来 神特别拣选了散之族 然后从散之族当中 特别拣选了亚伯拉罕 我们东方人是属于散的 我们是散之族的 你们要知道 我们是散之派的 但是在散之派的过程当中 特别拣选了亚伯拉罕 所以神就开始 移入他的救恩计划 所以耶稣说 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关心以色列 我们关心川普说 要把大使观众 跟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 不是因为单单的 只是一个川普 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 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 所以当人家在倒数 2018年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感触 主啊 离你再 我们离你再来的日子 又多近了一年 又多近了一年 救恩从头看出来 我们再来看 罗马书11章 这个要记得哦 因为我等一下要讲到 这本书的特点的时候 这有点怪 来看罗马书11章 罗马书11章13到24节 罗马书11章13到24节 这一段比较长 那我也要讲一下 这个前面就是背景 也就是保罗讲到 怎么样外方 犹太人怎么样不信啊 然后讲到外方人的性能 然后有空的时候 你要看一下上下的 罗马书11章13到24 我们一起来念琴 我对你们外方人说这话 因我是外方人的使徒 所以敬重我的职份 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轻发笨 好救他们一些人 若他们被丢弃 天下就得与神和好 他们被收纳 岂不是死而复生吗 所现的心念若是圣洁 全软也就圣洁了 树根若是圣洁 树枝也就圣洁了 若有几根枝子被人折下来 你这颜感难得 皆在其中 一同得着感染根的肥枝 你就不可散 想救救自己胖口 若是胖口 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 乃是根拖着你 你若说 那只被折下来 是特为我叫我接上 不错 他们因为不信 所以被折下来 你因为信 所以立得住 你不可至高 反倒惧怕 神既不爱惜原来的狮子 也必不爱惜你 可见神的恩子 很严厉 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 像你是有恩资的 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资里 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 人要被接上 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 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感难上 砍下来的 上写你的信德接在好感人上 何况这本书的知识 要接在本书上呢 好 那大家可能有点看不懂 有没有不懂 或者是有人已经懂了 在讲什么 讲以色列人跟我们 以色列人跟我们 那以色列人这边形容的是什么 被折下来的知识 被折下来的知识 所以我们就是野感难 我们有野百合 也有春天 所以野感难也有春天 感谢主 好 这边主要的形容 我刚才大家记得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 耶稣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所以救恩一开始 神是要透过犹太人 向外邦人来彰显他的救恩 就如同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 一直到摩西带领他出埃及 一直到建立到大魏王朝 一直到他们贝罗 到他们归罗 一切所有的目的 乃是为了彰显 他是那位爱我们的神 他是上天下地唯一的真神 可是以色列人接不接受神的救恩 不接受 所以说 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为什么他哭啊 因为耶路撒冷就是专门杀先机 神先机的地方 他们拒绝 他们不要听神的话 他们就是一直的悖逆 一直的悖逆 一直的悖逆 悖逆到了后面 所以从马拉基书到了新约 神有四百年沉默的过程当中 一直到耶稣进去降生 神说怎么样 他自己来 所以为什么你这个全部连在一起了 全部连在一起 所以耶稣为什么说 他就是像那个园丁 有没有先派他的他的仆人去吗 那仆人一个杀杀杀 他想说那我派我自己的儿子 他们总在接待他 没想到 也是一样给他杀死 所以在这边 既然以色列人 他们不接受神的救恩 所以神的救恩就开始转向哪里 外邦人 什么叫外邦人 外邦人就非犹太人 我们就是外邦人 我们就是Gentile 所以在这边 神就开始把他的心意转向外邦人的心上 所以使徒行传就是一本讲教会的书 什么是教会 什么是教会 神的身体 神的身体 什么是教会 我们礼拜天很习惯了 我现在去教会做礼拜 我要去教会做礼拜 基督徒聚在一起的地方 基督徒聚在一起的地方 就是教会 还有呢 其实我们自己 你这个人就叫教会 教会 现在我的原文就是 被神呼召出来的人 神分别 我们就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人 那我们这个人 保罗说我们的这个人 我们的身体就是谁的殿 圣灵的殿 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基本上的tempo 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教会 所以我们在的地方 就应该彰显神恩典 彰显神能力 彰显神医治的教会 教会不是指这个建筑物 这个建筑物叫教堂 当我们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是来敬拜上帝 但是我们就是一个教会 所以你家就是你家的教会 你在的地方就是教会 你在的地方福音就要透过你 所以这是一本讲教会的书 再次强调哦 今天神把传扬他是独一真神 他爱世人的责任 现在放在哪里身上 我们 以前是放在谁身上 犹太人 所以为什么我让大家看 罗马书十一章十三到二十四节 犹太人因为不相信 因为应心 所以神把他暂时的折向 把我们接上去 所以神说什么 不要骄傲 不要瞧不起你的本兄 你是不是要常会要祷告 不要看不起他们 因为神既然都可以把他们折下来 更何况是我们 所以他说叫我们要心存谦卑 那我们来看看教会在地上形成的要素 教会一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批看见复活基督的显现 所组成的 如今的教会是一群经历过 主复活的能力的人所组成的 我们也许没有办法亲眼看见 像多玛一样 看主的乐旁 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亲身经历 所以教会的组成分子 乃是一群经历过 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人所组成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 不应该是十七层层 如果是主复活的能力 在我们身上 我们要喜乐要盼望 为什么 我们有个主可以叫佗 所以我们不会去寻找 然后教会也是什么 教会也是有一群 有意向有使命 有盼望的人组成 弟兄姐妹 你们知道这个盼望有多重要吗 有意向有使命 还不会要盼望 你有意向有使命 有没有盼望 这个意向使命不可能达成 That's just a dream 然后dream come true 你以为你有盼望 你有盼望 它可以实现 而可以实现的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信心 还有 我们为什么可以实现 我们的信仰 怎么可以成为活泼的信仰 教会不是在读那个话 叫活泼的生命吗 负贼的生命吗 就是